欢迎收听有声剧《红楼梦》 本书由视听书院制作 第115回 霍片丝西春史素志 正同类宝玉诗相知 话说宝玉为自己诗言被宝钗问住 想要掩饰过去 只见秋文进来说 外头老爷叫二爷呢 宝玉巴不得一声便走了 去到贾政那里 贾政道 我叫你来不为别的 现在你穿着笑 不便到学里去 你在家里 必要将你念过的文章温习温习 我这几天倒也闲着 隔两三日要做几篇文章我瞧瞧 看你这些事尽异了没有 宝玉只得答应着 贾政又道 你还兄弟拦枝 我也叫他们温习去了 倘若你做的文章不好 反倒不及他们 那可就不成事了 宝玉不敢言语 答应了个事 站着不动 贾政道 去吧 宝玉退了出来 正撞见赖大猪人拿着些册子进来 宝玉一溜烟回到自己房中 宝钗问了 知道叫他做文章 道也喜欢 唯有宝玉不愿意 也不敢怠慢 正要做下静静心 见有两个姑子进来 宝玉开始递藏安的 来和宝钗说 请二奶奶安 宝钗代理不理地说 你们好 因叫人来 倒茶给师傅们喝 宝玉原要和那姑子说话 见宝钗似似乎厌恶这些 也不好兜大 那姑子知道宝钗是个冷人 也不久坐 辞了要去 宝钗道 再坐坐去吧 那姑子道 我们因在铁侃寺做了功德 好些时没来请太太奶奶们的安 今日来了 见过了奶奶太太们 还要看四姑娘呢 宝钗点头 游她去了 那姑子便到西春那里 见了彩萍说 姑娘在哪里呢 彩萍道 不用提了 姑娘这几天饭都没吃 只是歪着 为什么 说也话长 你见了姑娘 只怕她便和你说了 西春早已听见 急忙坐起来说 你们两个人好啊 见我们家事差了便不来了 阿弥陀佛 有也是施主 没也是施主 别说我们是本家安理的 受过老太太多少恩惠呢 如今老太太的事 太太奶奶们都见了 只没有见姑娘 心里惦记 今儿是特特地来瞧姑娘来的 西春便问起水月安的姑子来 那姑子道 他们安理闹了些事 如今门上也不肯常放进来了 便问西春道 前听见说龙翠安的妙师傅 怎么跟了人去了 哪里的话 说这个话的人 提防着割舌头 人家遭了强盗抢去 怎么还说这样的坏话 妙师傅的为人怪癖 只怕是假惺惺吧 在姑娘面前 我们也不好说的 哪里像我们这些粗夯人 只知道讽经念佛 给人家忏悔 也为着自己修个善果 怎么样就是善果呢 除了咱们家这样善得人家不怕 若是别人家 那些告命夫人小姐 也保不住一辈子的荣华 到了苦难来了 可就救不得了 只有个 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 遇见人家有苦难的 就慈心发动 设法救济 为什么如今都说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的 观世音菩萨呢 我们修了行的人 虽说比夫人小姐们 苦多着呢 只是没有险难的了 虽不能成佛作祖 修修来世 或者转个男生 自己也就好了 不像如今 脱身了个女人胎子 什么委屈烦难都说不出来 姑娘你还不知道呢 要是人家姑娘们出了门子 这一辈子跟着人 是更没法的 若说修行 也只要修得真 那么要是否 自为财情比我们强 他就嫌我们这些人俗 岂知俗的才能得善缘呢 他如今 到底是遭了大劫了 西春被那姑子一番话说的 合在机上 也顾不得丫头们在这里 便将游室带他怎样 前儿看家的事说了一遍 并将头发指给他瞧道 你打量我是什么 没主意练火坑的人吗 早有这样的心 只是想不出道来 那姑子听了 假作惊慌道 姑娘再别说这个话 真大奶奶听见 还要骂上我们 撵穿去呢 姑娘这样人品 这样人家 将来配个好姑爷 像一辈子的荣华富贵 西春不等说完 便红了脸说 真大奶奶念得你 我就念不得吗 那姑子知识真心 便索性激他一击 说道 姑娘 别怪我们说错了话 太太奶奶们 哪里就依得姑娘的性子呢 那时闹出没意思来到不好 我们倒是为姑娘的话 这也瞧罢了 彩平等听着话头不好 便使个眼色给姑子叫他走 那姑子惠意 本来心里也害怕 不敢挑逗 便告辞出去 西春也不留他 便冷笑道 打量天下 就是你们一个地藏庵吗 那姑子也不敢答言去了 彩平见识不妥 孔丹不是 悄悄地去告诉了尤氏说 四姑娘脚头发的念头 还没有息呢 她这几天不是病 竟是怨命 奶奶提防些 便闹出事来 那会儿子 亏罪我们身上 尤氏道 她哪里是为要出家 她为的是 大爷不在家 安心和我过不去 也只好由她罢了 彩平等没法 也只好常常劝解 岂知西春 一天一天地不吃饭 只想搅头发 彩平等吃不住 只得到各处告诉 邢王二夫人等 也都劝了好几次 怎奈西春执迷不解 邢王二夫人 正要告诉贾政 只听外头传进来说 甄家的太太 带了他们家的宝玉来了 众人急忙接触 便在王夫人处坐下 众人行礼 蓄歇寒温 不必细数 只言王夫人提起 甄宝玉 与自己的宝玉无二 要请甄宝玉 尽了一见 传话出去 回来说道 甄少爷在外书房 同老爷说话 说得投了鸡了 打发人来 请我们二爷三爷 还叫兰哥 在外头吃饭 吃了饭进来 说必里头也便摆饭 不提 且说贾政 见甄宝玉相貌 国与宝玉一样 试探他的文才 竟应对如流 甚是心静 故叫宝玉等三人 出来警力他们 再者 到底叫宝玉来比一比 宝玉听命 穿了素服 带了兄弟侄儿出来 见了甄宝玉 竟是旧相识一般 那甄宝玉 也像哪里见过的 两人行了礼 然后甲环甲兰相见 本来甲政席地而坐 要让甄宝玉 在椅子上坐 甄宝玉 因是晚辈 不敢上座 就在地下 铺了褥子坐下 如今宝玉等出来 又不能同甲政 一处坐着 为甄宝玉 又是晚一辈 又不好叫宝玉等站着 甲政知识不变 站着又说了几句话 叫人摆饭 说 我师陪 叫小二辈陪着 大家说实话 好叫他们领领大叫 甄宝玉训泄道 老伯大人请便 侄儿正欲领 师兄们的叫呢 甲政回复了几句 便自往内书房去 那甄宝玉反要送出来 甲政拦住 宝玉等先抢了一步 出了书房门槛 站立着看甲政进去 然后进来让甄宝玉坐下 彼此套续了一回 诸如久目结响的话 也不必细数 且说甲宝玉见了甄宝玉 想到梦中之景 并且诉知甄宝玉为人 必是和他同心 以为得了知己 因初次见面 不便造次 且又甲还甲兰在座 只有极力夸赞说 久仰方明 无由亲至 今日见面 真是哲仙一流的人物 那甄宝玉 素来也知甲宝玉的为人 今日一见果然不差 只是可与我共学 不可与你世道 他既和我同名同貌 也是三生时尚的旧金魂了 既我略知了些道理 怎么不和他讲讲 但是初见 尚不知他的心与我同不同 只好缓缓地来 变道 师兄的才名 帝所素知的 在师兄是数万人的里头 选出来最清最雅的 在帝是庸庸碌碌 一等愚人 天父同名 输绝电辱了这两个字 贾宝玉听了心详 这个人果然同我一样的 但是 你我都是男人 不比那女孩们清洁 怎么 他拿我当做女孩 看待起来 便道 师兄谬赞 实不敢当 帝是智拙智鱼 只不过一块完食尔 何敢比师兄品望高清 实称此两字 珍宝玉道 帝少时不知分量 自味尚可琢磨 既知夹糟硝索 数年来更比瓦丽有剑 虽不敢说历尽甘苦 然世道人情 略略地领悟了好些 师兄是锦衣玉石 无不遂心的 必是文章经济高出人上 所以老伯钟爱 将为习上之真 帝所以才说尊名方称 贾宝玉听着话头 又进了路肚的旧套 想话回答 贾桓见未与他说话 心中早不自在 倒是贾兰听了这话 甚觉何意 便说道 世书所言 故事太迁 如论到文章经济 实在从历练中出来的 方为真才实学 在小值年幼 虽不知文章为何物 然将读过得细位起来 那高粱文秀 比着令文广域 真是不吃百倍的了 贾宝玉未及答言 贾宝玉听了兰儿的话 心里越发不合 想道 这孩子 从几时也学了这一派酸乱 便说道 帝文德师兄也抵尽留俗 性情中另有一番见解 今日帝姓慧之范 想遇领教一番 超凡入胜的道理 从此可以敬喜俗长 重开眼界 不亦视地为蠢物 所以将世路的话来酬应 贾宝玉听说 心里小的 他知我少年的性情 所以以我为家 我索性把话说明 或者与我做个知心朋友 也是好的 便说道 世兄高论 故事真切 但帝少使也曾深悟 那些旧套尘言 只是一年长思一年 家君治世在家 揽于仇应 为帝接待 后来见过那些大人先生 竟都是显亲扬名的人 便是著书立说 无非言忠言孝 自有一番利得利言的事业 方不往生在盛名之时 也不致负了父亲师长 养育教会之恩 所以把少使那一派 欲想痴情 渐渐地淘汰了些 如今上欲访识密友 教导渔盟 幸会师兄 定当有以教我 是才所言 并非虚意 贾宝玉欲听欲不耐烦 又不好冷淡 只得将言语之物 信息里头传出话来说 若是外头爷们吃了饭 请真少爷里头去做呢 宝玉听了 趁势便邀真宝玉进去 那真宝玉一命前行 贾宝玉等陪着来见王夫人 贾宝玉见识真太的上座 便先请过了安 贾环贾兰也见了 真宝玉也请了王夫人的安 两母两子互相私人 虽是贾宝玉是娶过亲的 那真夫人年纪已老 又是老亲 因见贾宝玉的相貌身材 与她儿子一般 不禁亲热起来 王夫人更不用说 拉着真宝玉问长问短 觉得比自己家的宝玉老成些 回看贾兰也是清秀超裙的 虽不能像两个宝玉的形象 也还随得上 只有贾环粗横 未免有偏爱之色 众人一见两个宝玉在这里 都来瞧看 说道 真真其事 名字同了也罢 怎么相貌身材都是一样的 亏的是我们宝玉穿笑 若是一样的衣服穿着 一时也认不出来 那种子娟一时痴意发作 便想起黛玉来 心里说道 可惜林姑娘死了 若不死时 就将那真宝玉配了他 只怕也是愿意的 正想着 只听了真夫人道 前日听到我们老爷回来说 我们宝玉年纪也大了 求这里老爷留心一门亲事 王夫人正爱真宝玉 顺口便说道 我也想要与令郎做伐 我家有四个姑娘 那三个都不用说 死的死 假的嫁了 还有我们真大辈儿的妹子 只是年纪过小几岁 恐怕难配 倒是我们大媳妇的两个堂妹子 生得人才奇整 二姑娘呢 已经许了人家 三姑娘正好与令郎为配 过一天我给令郎做媒 但是他家的家计如今差些 太太这话又客套了 如今我们家还有什么 只怕人家嫌我们穷罢了 现金府上傅又出了差 将来不但复旧 必是比先前更要鼎盛起来 但愿依着太太的话更好 这么着就求太太做个宝山 真宝玉听他们说起亲事 便告辞出来 贾宝玉等只得陪着来到书房 见贾政一在那里 傅又力谈几句 听见真家的人来回真宝玉道 太太要走了 请爷回去吧 于是真宝玉告辞出来 贾政命宝玉环栏相送 不提 且说宝玉自那日见了真宝玉之父 知道真宝玉来京 朝夕盼望 今儿见面远想得意知己 启之谈了半天 竟有些冰探不投 闷闷地回到自己房中 也不言也不笑 只管发正 包钗便问 那真宝玉果然像你吗 相貌倒还是一样的 只是言谈间 看起来并不知道什么 不过也是个路渡 你又编排人家了 怎么就见得也是个路渡呢 他说了半天并没个明心见性之谈 不过说些什么文章经济 又说什么为中为孝 这样人可不是个路渡嘛 只可惜他也生了这样一个相貌 我想来 有了他 我就要连我这个相貌都不要了 宝钗见他又发呆话便说道 你真真说出句话来叫人发笑 这相貌怎么能不要呢 况且人家这话是正理 做了一个男人 原该要立身扬名的 谁像你一味地柔情思义 不说自己没有刚恋 倒说人家是路渡 宝玉本听了真宝玉的话 甚不耐烦 又被宝钗抢白了一场 心中更加不乐 闷闷昏昏 不觉将旧病又勾起来了 并不言语 只是傻笑 宝钗不知 直到是 我的话错了 他所以冷笑 也不理他 岂之那日便有些发呆 席人等吼他也不言语 过了一夜 次日起来 只是发呆 竟有前番病的样子 一日 王夫人因为西春 定要脚发出嫁 游士不能拦阻 看着西春的样子 是若不依他 必要自尽的 虽然昼夜卓人看着 中非常事 便告诉了贾政 贾政叹气跺脚 只说 东府里不知干了什么 闹到如此地位 叫了贾荣来说了一顿 叫他去和他母亲说 认真劝解劝解 若是必要这样 就不是我们家的姑娘了 岂之 游士不劝还好 一劝了 更要寻死 说 做了女孩 终不能在家一辈子的 若像二姐姐一样 老爷太太们倒要烦心 况且死了 如今 譬如我死了似的 放我出了家 干干净净的一辈子 就是疼我了 况且我又不出门 就是龙翠庵 原是咱们家的基旨 我就在那里修行 我有什么 你们也照应得着 现在妙玉的当家的在那里 你们依我呢 我就算得了命了 若不依我呢 我也没法 只有死就完了 我如若碎了自己的心愿 那时哥哥回来 我和他说 并不是你们逼着我的 若说我死了 未免哥哥回来 倒说你们不容我 游士本宇西春不合 听他的话也似乎有理 只得去回王夫人 王夫人移到宝钗那里 见宝玉神魂失所 心一下着盲 便说习人道 你们推不留神 二爷犯了病也不来回我 习人道 二爷的病原来是常有的 一时好一时不好 天天到太太那里 人就请安去 原是好好的 今儿才发糊涂些 二奶奶正要来回太太 恐防太太说我们大惊小怪 宝玉听见王夫人说他们 心里一时明白 恐他们受委屈 便说道 太太放心 我没什么病 只是心里觉着有些闷闷的 你是有这病根子 早说了好请大夫瞧瞧 吃两剂药好了不好 若再闹到头里丢了玉的时候 似的就费事了 太太不放心 便叫个人来瞧瞧 我就吃药 王夫人便叫丫头传话 出来请大夫 这一个心思都在宝玉身上 便将西春的事忘了 迟了一回 大夫看了服药 王夫人回去 过了几天 宝玉更糊涂了 甚至于饭食不尽 大家着急起来 恰又忙着脱效 家中无人 又叫了贾云来照应大夫 家连家下无人 请了王仁来 在外帮着料理 那乔姐是日夜枯母 也是病了 所以荣府中又闹得麻养人烦 一日又当脱效来家 王夫人亲身又看宝玉 见宝玉人事不行 急得众人手足无措 一面哭着 一面告诉贾政说 大夫回来 不肯下药 只好预备后事 贾政叹气连连 只得亲自看事 见其光景果然不好 便又叫贾脸办去 贾脸不敢为傲 只得叫人料理 手头又短 正在为难 只见一个人跑进来说 二爷 不好了 又有饥荒来了 贾脸不知何事 这一下非同小可 瞪着眼说道 什么事 门上来了一个和尚 手里拿着二爷的 这块丢的月 说要一万赏银 贾脸照脸催道 呸 我打量什么事 这样慌张 前番那假的 你不知道吗 就是真的 现在人要死了 要这狱做什么 奴才也说了 那和尚说 给他银子就好了 又听着外头嚷进来说 这和尚撒野 鸽子跑进来了 住人烂塌烂不住 是啊 哪里有这样怪事 你们还不快打出去呢 正闹着 贾政听见了 也没了主意了 里头又哭出来说 宝儿也不好了 贾政一发着急 只见那和尚嚷道 要命拿银子来 贾政忽然想起 头里宝玉的病 是和尚治好的 这会子和尚来 货者有救星 但是这玉 躺货是真 他要起银子来 怎么样呢 想了一想 姑且不管他 果真人好了再说 贾政叫人去请 那和尚已进来了 也不失礼 也不答话 便往里就跑 贾连拉着道 里头都是内卷 你这野东西 混跑什么 那和尚道 吃了就不能救了 贾连急得一面走 一面乱嚷道 里头的人不要哭了 和尚进来了 王夫人等 王夫人等只顾着哭 哪里理会 贾连走进来又嚷 王夫人等回过头来 见一个长大的和尚 吓了一跳 躲避不及 那和尚直走到宝玉炕前 宝钗避过一边 西人见王夫人站着 不敢走开 只见那和尚道 施主们 我是送玉来的 说着把那块玉擒着道 快把银子拿出来 我好救它 王夫人等惊慌无措 也不择真假 便说道 若是救活了人 银子是有的 拿来 你放心 横竖折遍得出来 和尚哈哈大笑 手拿着玉在宝玉耳边叫道 哈哈哈哈 宝玉宝玉 你的宝玉回来了 说了这一句 王夫人等见宝玉拔眼一睁 西人说道 好了 只见宝玉便问道 在哪里呢 那和尚把玉递给他手里 宝玉先前紧紧地攥着 后来慢慢地得过手来 放在自己眼前细细地一看说 哎呀 久违了 里外众人都喜欢了念佛 连宝钗也顾不得有和尚了 贾连也走过来一看 果见宝玉回过来了 心里一喜 急忙躲出去了 那和尚也不言语 赶来拉着贾连就跑 贾连只得跟着到了前头 赶着告诉贾政 贾政听了喜欢 急找和尚失礼叩谢 和尚还了礼坐下 贾连心下狐疑 必是要了银子才走 贾政细看那和尚 又非前次见的 便问 宝刹何方 法师大号 这玉是哪里得的 怎么小儿一见 便会活过来呢 那和尚微微笑道 我也不知道 只要拿一万银子来就完了 贾政见这和尚粗鲁 也不敢得罪 便说 有 有便快拿来吧 我要走了 略情少做 带我进内瞧瞧 你去快出来才好 贾政果然进去 也不急告诉 便走到宝玉抗前 宝玉见是父亲来 玉要爬骑 因身子虚弱起不来 王夫人按着说道 不要动 宝玉笑着拿着玉 给贾政瞧道 宝玉来了 贾政略略一看 知道此事有些根源 也不细看 便和王夫人道 宝玉好过来了 这赏银怎么样 紧着我所有的 折遍了给他就是了 只怕这和尚 不是要银子的吧 我也看来古怪 但是他口口声声地 要银子 老爷出去 先款留着他再说 贾政出来 宝玉便让饿了 喝了一碗粥 还说要饭 婆子们果然取了饭来 王夫人还不敢给他吃 宝玉说 不妨的 我已经好了 便爬着吃了一碗 渐渐的神气 果然好过来了 便要坐起来 摄月上去 轻轻地扶起 因心里喜欢 忘了情说道 真是宝贝 才看了一会儿就好了 亏得当初没有杂破 宝玉听了这话 神色一变 把玉一撂 身子往后一仰 未知死活 下回分解